感谢赞美主 我觉得我最近跟牧师一起去上一些老人学的课程 然后我发现我们教会的 就是我们稳定在教会聚会的人 得到老人世代的积聚几乎是很低很低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口唱新和 他们每个礼拜天听到这么优美的现实 这个很困难会老人世代 所以真的是在教会是很美的 不管大家一起的来侍奉 那今天就是可以展示一下我们爱阳协会的logo 这个礼拜出来了 那个就是给大家看我们协会的logo 来下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 拿错PPT了 另外一个 好 没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传道书11章1到10节 我们如果有QT的话 就是在我们这个礼拜的进度里面 那我觉得感谢神就是当我要分 我今天其实是要来做工作报告 就是要跟大家同步知道 我现在做的状况在哪边 那我现在要找合适的经文 就在我那天临修的时候 我发现不用找了 神就当天就是给很合适的经文 所以我就用传道书11章1到10节 对 好 来 哲世呢 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门口 有贴一个红色布条 对不对 上面写什么 乐亚古亭日光战 对不对 那大家就想说 有听过乐佛战 听过什么老人长青团契 没有听过日光战 日光战是什么 那其实它是从圣经的经文来的 那它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7节里面 光本世家里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 其实它这一节意思就是说活着是应当喜乐的 好 因为我们的生命既起全流是从神来嘛 所以你活着就当为你活着快乐 所以能够活着 活着才看得到 所以它说只要你活着都要靠主长喜乐 要靠着神适合喜悦的 OK 所以我们觉得呢 哇呼 蛮好的特悦 好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年龄层 我们都要靠主喜乐 而且我们会享受这个日光之下的一切美好 好 下一页 哦 按下 好 来我们看第1节 我们就是我们读经读过去可能就忘记了 所以我就没有请梓林姐帮我读 就是我们一节一节就是这样一起读过去 这样我们才能够跟上这个 好 我们传道书的11章第1节 我们请念一杯 请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 亦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你要问 好 第1节而已 大家会想说 诶 这1节太悬了吧 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 好 那其实呢 它在一个原文的里面呢 它可以来比例就是说 在投资航海经商 来面对人生的一个方式 那大家都有做过贸易 就是有听过嘛 就是说或者是我们身边有人是在做贸易的 它是需要过阳过海 或者是要透过飞机这样子 跨国际的去做这些投资 所以它其实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形容说 我们的人生方式要勇于把自己所有的投资在有风险 而且回收时间会比较长的买卖上面 这种买卖是需要信靠冒险跟投身 而且必须存在前瞻的态度 而且要很有耐性的等候回报 面对未知的人生也是如此 要积极而勇敢的投身 虽然无法立即看到果效 但因着现在的付出 将来必能得着出乎意料之外的帮助 这个原则呢也会应用在我们教会的传福音事工上面 其实台湾能够在 你看到台湾这些城乡没有差距的很大 很多的乡村里面有医院 甚至教会能够在那里邻里 都是感谢这些宣教士 他们奉献了他们的医生 像我们所熟知的马街医生 或是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些宣教士 他们的投身 以至于可以帮助到现在我们教会 在我们的台湾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帮助 所以其实我们也用这个原则在想说 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呼一个口号 叫做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自己的教会自己救 所以呢 接下来我要分享就是说 从这样的一个原则里面 我也是能够再一次的很清楚的 把我们为什么我们教会 成立安阳协会的阻止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跟我讲说 师母你太勇敢了 你希望工坊开了以后赔了这么多钱 你怎么还有勇气让那个希望工坊还活着 然后还继续的在做 其实因为我们很清楚 我觉得神就是要带领我们去做一件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而且是要去冒险的 虽然暂时我们好像看不到国效 可是神就是很清楚的带领我们要这么做 因为这个主旨是要回应上帝对家庭价值的恢复 你觉得家庭价值很容易恢复吗 是不容易的 他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 其实你走在路上 你去学校 你会吓死的 你说搬上20个学生里面有三分之二 在乡村 台湾那个都市都三分之一 乡村是三分之二是单亲 所以家庭价值容易恢复吗 他需要长时间的投资 还有在服侍社区需求的托付 所以当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跟穆斯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建构了两大系统叫做教育跟创业 因为如果人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 他可以改变他的价值观吗 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没有钱可以做事情 我们可以帮助更多人吗 很困难 所以我们就创立了两个一样的一个观念 就是教育和创业 那教育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大家知道我们工学班已经在做立案一段时间了 然后中间发生了很多的神迹 包含说他们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不可以立案的 已经全部跑完了最后一站 最后一格盖下去就过了 他说教会不能立案不好意思 就卡住了 我们全部的资金都投入了 然后我们也都ready好了 然后很高兴说我们可以通过 但是他说教会不行 后来我们就是继续祷告祷告 真的一直祷告 除了祷告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非常的痛苦 可是后来我们祷告完之后 我们就有个感动说 我们祷告跟总会说我们的困难 看他们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 后来他们很快当天祷告 当天去跟他们说当天他们刚好开董事会 他们就通过说让我们的弟子只要变更在B1 那我们就没有冲突了 然后我们就去做教育部说这样子OK 然后就OK了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已经走到最后一站 所以我们很快这个立案下来 所以其实当我们做正确的事做对的态度 我们不要冒风险 我们也不要做违反的事情 要把事情一开始就做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教育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传递天国文化的概念 只有神的教育神的爱才可以拯救家庭 然后第二个就是能够 就是对这个社区可以产生一些的影响 对这个社会可以恢复 那很重要就是敬拜 我们觉得敬拜是让人可以恢复在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做教育 第一个就是天国文化的传递跟做敬拜方面 家庭跟敬拜的方面能够被恢复 那创业的部分的话 就是知道说之前师母有分享过说 她去开了希望工坊非常的辛苦 但是在那过程当中 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恩典就是 我觉得我被扩张很多境界 然后我昨天跟牧师说 我现在真正了解上帝让我在希望工坊学习到什么 我这个我这两个礼拜破碎的非常严重 我现在眼睛还中中了 我每天大概就要哭一两个小时 因为很大的压力 在协会我们在做社区工作有碰到很多挫折 然后很多的很多的事情 然后我就昨天跟牧师分享说 如果我没有希望工坊那一段时间 那三个月的磨练 没有被扩张到那种程度 我觉得我今天我根本不用什么都不用做 就垮了 可是就是因为扩张了 然后就觉得 好还可以撑住 然后一步一步看到每一次祷告 上帝就带我去突破突破 其实跟大家分享 你们抬头看一下我们的装潢 美不美 我跟妳说我现在要立案 我要把它全部拆掉 装那个很丑的没那一板 再撑起举手 然后下面已经有人说超想打师母了 那么美的场地 然后你知道吗 走到那一步 我直接跟那个建筑师说我不要搬离案了 连我都不能说服 我要怎么站在台上说丢姐妹 问了神的国 我要把它拆掉 那么美的妆 全部拆掉就没那一头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 我说那我放弃 因为我觉得连我心都痛 我没有办法这样做 我说上帝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这个困难 就继续祷告 你们很难想象 我发生好多很多神迹 你知道吗 祷告很久 不是这样子 我跟你们报告一下 都觉得好像很轻松 没有 我都不敢跟你们讲 我自己一直憋 一直祷告 我都会一直哭 祷告了两个月 你知道吗 上礼拜又发生一个神迹 你知道我们不是厕所上面漏水吗 刘备妹不是说要答应我们要复原吗 就找了她的工程师下来帮我们看 然后我们就无聊就过去说 他说师母我是基督徒 你是基督徒喔 然后我就开始聊天 那还是认识的教会 还有什么什么 反正很多关系就对 然后讲讲后说 弟兄我可以跟你讲我现在困难是什么 然后他就开始很认真 拿着楼梯 买一块板子都打开看 教会所有你可以想到到地方 他全部都打开看 他说师母 你们将会全部的材质 一开始做就是防艳的材质了 你根本不需要拆掉 放个美奈板上去 而且我告诉你 我跟你报告一件事 这是你们十年前 刚才才有这种材质 现在台湾没有办法看到这种材质 所以你们如果坏掉 还没地方可以修 因为这个材质非常非常的贵 现在台湾没有人拱呆去用这种材质 因为他赚会赚比较少 因为他本身贵 所以我们感谢之前的一件徒师他用最好的材质给我们 他说怎么可能有能呆到 把他拆 你知道吗 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等候没有祷告 已经被我拆了 但是我觉得神那时候就叫我们要继续祷告 结果他讲完之后 我说那怎么办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要怎么来处理 那我觉得感谢神他就说 没有关系就是他去问建筑师说可不可以帮我们开 然后来我们又找到一个建筑师 他说可以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确定过全部是房伙材质了 所以只需要包覆就是边缴 就是那个这一个这一块 就是这个因控制这一块不是耐火的 就是这有这一块要包 然后有一些边缴要包 包价总共一万八 你知道我之前全部拆掉从半的话要二十几万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真的 我觉得我不讲这些神经我受不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太感动了 我觉得我受的一切痛苦跟等候都是值得 现在不用拆任何装潢 就是把它包一圈这样子 然后就处理掉 然后甚至就说 政府还有不一定要一些绿建材 我们只要买十加仑的那个油漆来就可以了 那我说刚好我们也差不多五六年就要涂一次嘛 随便涂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说 总而言之 我们真的是要经历到神态路跟神的恩典 很多次我们不懂事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遇到困难我们就停住了 说你看吧 这不是神的旨意 这不是神的神要我们这样做 其实我觉得很容易我们就会放弃 其实你看后面经文告诉你 虽然我们要勇敢投资 可是可不可以拱呆啊 把它拆掉 不行 要分散风险 要忠心撒走 我们来读一下这里面的经文 其实我今天不是在辩护什么 或是说我说的算不是 经文有教导我们 我们是顺服着神的旨意跟神的话语才有力量走下去 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 云落满了云就云青草在地上 树若像满岛或像北岛 树老在何处就存在何处 看风的并不撒动 望云的并不收割 风从河道来 如同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 以上且不得知 这样请万事之神的作为 你更不得知道 早晨要撒你的肘 晚上也不要接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望 或是早撒的 或是往撒的 都是两样都好 其实什么都不做 比较好吗 因为大家会想说 等我们教会人多一点 等我们教会有人 等我们教会有钱 等我们教会怎么样就好了 我们再说 这个太危险了 我们还是 就是跟一般一般这样就好了 大家会很担心 可是我觉得神通过这个经文 让我再次知道说 其实人生的无常 请问他刚刚讲台风来 你知道树往哪里倒 我车子不要停左边 因为我觉得树 台风来树应该会往左倒 所以我把车停右边 你可以去猜测树倒哪边吗 还是你可以猜测树会不会倒 那现在佩玄在怀孕当中 你知道你宝宝那个骨头 还是哪里什么时候长 今天我他长左脚 明天长右脚 所以其实他透过经文 他是很写实的 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 未来的事情会怎么样 你会说哎哟 等我们家会有点钱吧 等我们家会有点的吧 等我们家会怎么样 你知道民国哪一年人会来吗 不知道吗 然后同工就说师母 你一定要在这个学期 要这样子做吗 对啊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意象 就是要这样做啊 可是那个人都没有预保 什么没有预保 不会啊 开始做 都有嘛 应该都有 有没有啊 都有啊 该上课有上课老师有来啊 就是 有些东西就是说你 你不去做 人永远不会起来 你不去做 说真的 现在我们金拜传使的人 都可以来我们了 对不对 那个子仁 子琪 何安何佳他们随时我说 哎 鼓手缺一个他们就来了 哎 吉他手缺一个就来了 其实如果你在两年前没有做 他们能够来吗 没有办法 所以那时候想说 天哪他们那么小 你是虐待同工哦 你问他们我有虐待你们吗 没有 他们觉得好棒哦 我可以那么小 我都可以开始来服侍神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喜乐 所以顾虑过多而不投身的 一定没有收过 人们不知道上帝许多的作文 所以我们应该停止挂虑 尽可能积极的尝试投资 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流的 而且你知道吗 生长的是什么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他说 你早上傻的未必跑得快哦 晚傻的也未必他比较慢哦 因为生长了再生 所以你要说债后债前 你想说 我会有时候开玩笑说 诶 这个志成你小时候三年级 所以我们有没有想过你在那边打步 还是二年级 有没有想到说你可以在这里打步 所以你很难想象说这个世代上 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带领他们 他们其实那么小 其实他们在这里是非常有自信的 是非常觉得自己是有一个机会的 他们的机会比别人还要更多 因为他们从常经历到 你知道吗 我们在公学班发生很多事情 我们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 是你难以想象 一般的安清班 就是老师棍子拿出来而已吗 你知道我们是怎样呢 来来来来 全部坐下来 不是只有他的问题 是全部要来谈 全部坐下来 大家把事情谈开 你知道从有大班的一年级的 二年级三年级 还有两个五年级的 全部坐下来把事情谈开 谈的时候圣灵来 全部哭成一片 然后大家就是互相说对不起 然后你愿意原谅他吗 那你愿意原谅我吗 你愿意怎么样吗 然后说好 然后我们一起祷告 你很难想象 他从小大班一年级 三年级五年级 他开始学会怎么处理他的冲突 他怎么处理他里头的忧伤 包含可能有时候在家里面 他会觉得 我觉得爸爸比较宠爱神 这种事情我都处理了一学期 因为你很难想象 他因为这样子他没有办法读书 你想你一般安心班 你会处理这个吗 蛤 会不会处理 可是他真的心里忧伤到说 我就是觉得爸爸妈妈比较爱谁 然后我没有办法有心好好读书 我想到这就很难过 这样处理一学期 然后这个礼拜 我说有个小朋友家庭发生风暴 然后小艾琳来 我说你不能把他放去外面 因为他受了很大的伤害 因为家庭发生风暴 我说你可以付多少钱给我 奖定了 从明天开始中午就接回来 我们开始带他祷告 我说我们代替爸爸妈妈跟你说对不起 然后妈妈来接爸爸来接 我说你要跟他说对不起 说到他同意他接纳为之 然后每一次祷告就一直哭 爸爸也哭小孩也哭一直哭 然后到后面我就带他祷告 然后就跟佩洋师交代说 每天回来都带他祷告 一般安心班做不做得到 你想如果他的情绪没有处理 他长大会是下一个政节 有没有可能 我不是宣告这样 我是说有没有可能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不去做不忠心的杀种 你真的不知道 结果会怎么样 其实我在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分享 结果我半夜再打这个奖章打了一点 然后我就去上厕所 那因为我婆婆也喜欢在厕所看这个 鸣蛋这样 结果你知道吗 他的题目就是我讲的这个题目 撒走人声让爱骂人 那我讲一下就是 我以前住在新店五年 所以我知道他这家店在哪里 你知道在新店的一个路上 有一家音乐教室乐器行复合式餐厅 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受到他们的影响 因为我住在附近 所以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那我没想到多年后 我又看到这个文章 所以其实我的idea是从他这边来的 那我就分享一下 他在那一个新店是很有名 他叫波瓦斯的那个乐器行 那我是不知道说他开始做了牛肉面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搬走了 那他为什么乐器行没有做牛肉面 我跟大家讲一下 跟大家报告乐器行是怎么来的 这个姐妹叫黄玲玲 她那时候还30岁刚结婚 然后她看到教会很光亮 因为教会好像没有一个活动 年轻人都跑走了 所以她比我还先进 她那个时候她30岁的时候 然后她就在他们家楼下开了乐器行 就是这个乐器行 然后就开始帮助教会的年轻人 所有的弟兄姐妹愿意学乐器的 就去她家的乐器行 她就是收费非常便宜 就把教会做起来 就教会敬拜做起来 然后年轻人就回来 所以他们教会是充满那种敬拜 跟乐器的学识 然后那时候她先生是做印刷的 六日都要不断的印刷 因为工作做不完 她都非常的愤怒 所以跑去教会找她太太 要跟牧师理论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她太太就是做了很多好事 就像讲说我们做很多好事 那如果我先生跑来乱的时候 你们会怎样 啊那个你认你的学生 然后你那个老婆超棒的什么 然后突然就很生气 然后就说啊这样子哦 然后这样子哦 然后全部人就围攻她 结果她十年十年 然后她就是说 她进到教会以后 她觉得意外的平安 以前她要酬烦说她这个嘎切什么的 欸她来到教会 用姐姐的爱 让她就觉得重生 所以他们两个就很卖力的 在教会服侍了几十年 后来呢 一直到这个姐妹得了癌症 那大家会讲说 蛤那么好的人得癌症 好可怜 我就觉得说 欸上帝的公寓在哪里 没有他们他们认为说 人生就是这样 无常 我们要接纳 所以她就说我不要做话了 我要勇敢的去面对神 给我的这样的一条路 所以后来就是丢姐妹看很难过 就是大家奉献让他们去旅行 所以他们就环岛 所以这个是他们在其中的一战 弟兄就是走风情 然后姐妹唱诗歌 然后发福音单证 就是他们走 所以他们环岛回来之后 没多久姐妹就过世了 然后后来就是她先生 就是一方面思念她的太太 一方面她就觉得说 她一定要做一点事情 让她的太太的爱可以延续下去 所以她就把那个乐器行歌 那个隔间一半 另外一半开始卖牛肉面 你知道她牛肉面来做什么 我这边念给你们听 她从民国九十九年开始 卖面所的学习回馈金 还有所属教会小组奉献 还有其他的三星人 是一共奉献了两百万新台币出 然后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他们有颁发 这个学童的奖助学金 有六间学校受贿 然后他们捐了大概一千多本的图书 给学校的图书馆 然后受贿学生就是非常的多 然后再就是让那些平童 他们可以来学乐器 然后还有就是附近有几个教会 因为我是其中一间教会 我们也有得到帮助 就是他做弱势学童的这个关顾 他让钱可以给教会 因为教会很多 如果你像我没有开补习班的话 我钱怎么来 就是透过大家的奉献 可是你可以收一个收两个收到四个五个 真的没有办法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帮助教会去建议 所以其实真的很感动 然后直到后来 你看他这边有写说他讲 他总共影响了六千五百个学童 可是到2011年的时候 他发现他也罹患了肝癌 可是他却跟大家说 其实他30岁第一次来到教会 那天牧师就有分享过说 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 我们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所以我们应该每一天要勇敢的去面对 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是好好的活着 也要学习一回面对死亡这件事情 他说我跟林林已经学习好了 所以我知道我怎么样把这个爱延续下去 所以后来大家就小组 教会小组的人全部来接受 所以这家面店还存在 如果你们有去新店安康路上面 你会看到一家 波阿斯的101五星级牛肉面店 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也可以去认识他的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最早做的 我的想法也不是什么样的抗击先进 还是什么违反常立的 其实人家在几十年前已经做到这样子了 所以到第三个部分就是 神到底要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 当我们听到他的故事之后 当我们在我们家会发生这些事情之后 我们当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我们现在的人 谁等我们一起来读后面的经文 请 王们是加密的 以及日光也是可悦的 人活多年就让快乐多年 然而也当想到天安的日子 因为这几十地多 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上去人啊 乃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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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越习乃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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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時候就是因為他還沒有經過哀傷期 那時候很快我們要結婚 因為存錢的關係 他還沒有經過哀傷期 所以我那時候有個感動說 牧師我們立了 我們可不可以去醫院找光白室 就是解開你的優秀 然後讓我們可以順利的進到婚禮 所以我們兩個就去醫院參加那個 CPE 就是所有的牧者會去參加 一個知道關顧 就是臨床關顧學之類的課程 他是兩個月 所以我跟牧師就去醫院裡面 就我們叫五個月 其中有兩個月 我們是整天在醫院實習 然後裡面有三個輔導 就是一直輪流跟我們做婚姻輔導 因為牧師的那個憂傷一直要去處理 你知道我在醫院裡面 因為就是要從早帶到晚 到太陽下山才可以回家 這個就是課程要求 而且我們就一直去病房探房 我有輪過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去那個癌症病患 癌症病患就是還可以打化療 那個是一般病房 然後兩個禮拜是要去那個臨終的 那叫什麼 阿寧病房 就是我大概給我共一個月 就是兩個禮拜兩個禮拜 然後我其實我對這句話 我非常的深刻 你知道嗎 我坐在那邊開始聽他講 他裡頭多麼的恐懼 害怕到非常的憂傷 因為他覺得未經知識很多 然後孩子還小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聽到大家在說 然後或是聽到說這個先生 他的家人沒有 他從住院已經來這邊兩個月了 他一個家人都沒有來看他 然後你必須要問他說你怎麼 你的家庭關係怎麼 你的身份 然後你要去碰了大概10-12次 他才會跟你講一點點 然後甚至就是有一個媽媽是 他一直摔東西 因為他很痛 所以全部的醫生跟護士都得罪光了 沒有人要去服務他 然後我還是坐在那邊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上帝保守我 他都沒有丟我東西 他好像是我唯一的朋友 是我可以跟他講話 所以我就是從早上坐在那邊 聽他們講講講講講講 然後傍晚 你知道每一次我永遠不會忘記 就是我看到那個太陽西下的感覺 你知道多麼絕望 我聽完之後我離開到 我是多麼的絕望 我在想我想要想念那個日光 因為他們是無解 然後其實我聽他們講 我也是無解 因為對於人生命的無常 還有就是說 為什麼他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是不能給他任何答案的 我只能跟他說 我有一位神 我可以介紹給你 你可以來依靠他 你知道嗎 我完全沒有任何音樂基礎 我就在那個時候 我就是拿一把吉他 我就唱10歌給他們聽 我無言我就唱10歌 唱到後來不知道 莫名其妙是在太憂傷 然後我就把他們的歌寫成一首歌 我用哼的就是半唱 可是他們就等到很大的安慰 所以我為什麼我來這家 我很高興有目相熟 不是說我真實自己經歷過這個過程 只有神的安慰神的詩歌 那個音樂旋律可以使人得到暫時的舒緩 你說大衛被魔鬼驕傲 是不是也需要敬拜 所以那時候我開始莫名其妙的就開始做歌了 當然我落差很大 等一下你們就聽到了 我跟沐香兄聯合做了一首歌 等一下會給你們聽 就是說我不敢居高說我有能力 而是說因為太憂傷 因為太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上帝給我一個這樣的恩師 讓我開始想要去為他們做歌 讓他們有出口 所以你知道嗎 日光活著真好 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陽真好 你知道那個絕望是只有日光來才能得理智的 所以我們要用什麼態度 每天要很喜樂啊 我們可以看到明天的陽光 而且我們可以就是活在當下 其實我最近被那個文青哥和淑貞姐感動很多 就是講一下 例如說就是 就是文青哥會常常會說 上帝賜給我很棒很棒的妻子 我每次講我就是我會表演 然後就覺得說他們很珍惜現在的生活 然後每次我最感動就是日光載 我剛開始說我很沒有信心 因為我沒有跟大家溝通的很好 我不知道教會有多少人可以來 那教會的人還沒有來的話 外面的人也不太會走進來 然後是我信心不太夠 可是我每次早上來就看到文青哥載的鼠貞姐 摩托車出來 然後主持人家包得好誇張 好像一家客人什麼的 然後 就是很多人包得超誇張 然後我其實心裡知道 他是不能坐摩托車的 是他們也不想開車 就東風嘛 就包成這樣 每天每個禮拜三準時的來參加活動 一直到最後結束 文青哥 你看你們每次聚會結束 都沒有幫我把桌椅子搬一下 都是文青哥在搬 哈哈哈哈 他人是不在 然後每次聚會結束 都是他幫我把椅子搬 一定要講一下 阿門 我覺得他們真的讓我 有被支持的感覺 而且我們也知道他們的狀況嘛 特別符合這個基論 我覺得活在當下珍惜生命 然後愛你所愛 好好珍惜你身邊的人 所以有時候說排解婚姻 這個夫妻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跟牧師應該是吵醉猛烈的 哈哈哈哈 我們是那種會砸家具的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最近喔 被他們感動的到 你知道做老人事工有個好處 你真的會學到功課 你真的會放過 沒有什麼真的放過 我最近就跟智宇 那個智宇他們分享我最近的心得 就是說 牧師又開始涼功了 牧師對不起 你不要生氣 怎樣都可以 哈哈哈哈 你說為什麼我會改變這麼大 你知道師母個性不是這樣 你是怎樣 你不要生病 我說因為啊 我不要讓他生病 你知道氣到一個程度會生病嗎 就是苦毒或什麼的 我說我 牧師身體有夠不好 我就不要讓他生病 你要乾抱或什麼 馬上道歉 他只要他不要生病 他叫他快快樂就好 怎樣我都可以 我怎麼道歉都可以 可是 他期過對不對 過三天之後 牧師我跟你說 你那天那個 然後牧師就會馬上說 對不起對不起 我跟你講 我們兩個這樣會比較健康 他就是那種 當下要發出來 就是不要讓他發出來 就趕快跟他道歉就好 可是 還是有對錯問題 還是要回歧 我說因為你如果不讓我講 會晃我生病啊 然後說的也是 所以我現在都發展這種模式 就當下他生氣 我要趕快跟他說對不起 好啦好啦 對不起 然後他就氣過 啊三天後之後 他要讓我講 我先 所以就是說我們生命要怎麼樣用對的態度去做 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你現在做決定很重要 就說我70歲你還要做什麼決定 70歲才是剛開始 人生70才開始 所以70歲做的決定很重要 因為我現在都可以活到90幾歲 你還有20年要過呢 所以你不要說 我70歲還要怎樣 70歲要做對決定 所以呢我們來看他後面 當我們老師說 他們做了研究報告 一個人平均有7年在卧床 美希姐也可以做見證 平均一個人的卧床時間是7年 你們知道嗎 我們若現在開始做 第一個失智症的機率會很低 我們可以拯救很多失智症的人 你知道現在平均失智症年齡一直在下降 而且人數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的那個大環境壓力太大 食安問題大家太煩惱 就會想要失 然後包含說握床的時間 因為太多人就是他退休之後 他就是沒有人氣交涉 他就貪在家裡面活動很少 或者是他有很多的一些疾病 心理疾病導致身體疾病 所以那個卧床其實都是很多後天造成的 所以當我們開始來做這個日照中 因為說這個日光站 或是說我們開始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做社會企業 其實這個很難跟你們溝通 是因為其實我為什麼後來會往這個方向去 是因為很多的人來找我 因為他們說能夠找到一個教會 不是師母他們對於社會企業的概念 是能夠接納 甚至願意付諸事實的真的很少 因為大家都太怕被會友之一說 我們這樣做不對那樣做不對 那乾脆什麼都不要做 那個會就是會造成困擾 可能會有續聘問題 可能會有一些爭執或什麼的 可是那時候當他們告訴我說 那我不知道什麼叫社會企業 你總是要說服我 他說他們之前去找了很多企業 像航工這樣的企業去做社會福利 結果他發現有多少的員工 你可以讓他一整天去發牢的越大 有沒有啊 你自己想嘛 資人你是主管 他那一整天的工作沒做完 全部去發便當 那請問你們有辦法嗎 有一點拿嘛 所以他發現說他們去找企業 覺得說企業才有能力 因為他們有錢 他們可以動著一天去發便當 結果沒有一個可以的 所以他們拿了政府的資金 結果怎麼樣 什麼都沒做 就這樣拖了好幾年 後來他們發現很奇妙 他們發現開始有一些的教會 或是一些教會的機構 他們開始來標政府的安置 他們只要是他們做的 果效極其的大 因為他們是真心奉獻的 所以他們後來 甚至不是基督格主管說 這一期我們要很多的教會出來 所以我們那個弟兄就來找我 是這樣子 他說做做看 做做看 做人就知道 所以我就霧床充了 就自己去砸四五十萬這樣子 然後原來我不懂的 什麼是社會企業 所以我才會搞得這樣 會頭突臉 可是現在我知道 當我們有盈餘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機制 是百分之多少的%數 它是可以一方面建造 我們的教會做社區的工作 百分之多少的盈餘 我們可以開始去做社會關懷 跟社會福利的工作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要請到我的超強的討工 魯欣姐 來幫我就是分享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我請魯欣姐 進來已經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她都沒有拿任何薪水 就是跟著我一起去看 一起學習 那我覺得不要都是我一個人講 我們匆匆看從她的身分 因為她真的就是退休老人 然後她真的就是 我講錯話了 退休人士 然後而且她真的就是 這個工作是否他們開始要做的 第二次收成的工作 我們聽聽看 她自己在這個第二次收成工作當中 她自己有什麼生活 現在就快要十二點了 我再跟大家說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午安 午安 我真的很緊張 而且現在時間 你們不曉得說 等一下我如果漏漏等的話 你們會不會覺得 太多太多了 不要聽了 會不會這樣 會不會 現在我大概說一下 因為那個在七月中的時候 我就是可以說是剛剛好就是休息了 那休息之後呢 因為那個也是很奇妙就是 還沒有到那個兩三天的時間碰到了一個半天 就是主日的時候 然後呢 師母就跟我講說 剛好吃飯在樓下 已經都差不多的時候 她跟我說 欸吳欣姐 你能不能說來幫我做一件事啊 我說什麼事 她說我們有一個協會要成立 你能不能幫忙 那個時候她根本不知道我跟做沒經休息 然後也不知道我能做什麼 她就這樣子問我 後來我心想天啊 我自己想的方式根本都還沒有開始 我本來只是想說 來教會做義工 每個禮拜二 因為以前我禮拜二都有節目 都有那個 早上都有一些事情 然後禮拜六跟禮拜天 這樣子三次就好了 哇 被她這麼一滴 就等於說被她 綁架了 然後呢 我就在想好吧 我就答應她到底是什麼 她跟我說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一些那個帳戶啊什麼什麼的 我心想 我一聽帳戶兩個字都知道 不是很簡單 那可是呢 我還是答應她了 好就這樣 然後到了差不多七月底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哎呀 我在那家裡已經一兩個禮拜了 那在那一兩個禮拜 因為我兒子她那個工作開始 然後我會煮飯啊 然後做個便當 帶兩便當去給她吃 因為她在開那個全家的那個便利商店 然後呢 我就在想說不行 我這樣子 後來師母也是因為她有意向嘛 她跟我講說 妳可以在家幹嘛啦 妳現在可以來看一看 我說好啊 就這麼一句話 然後呢 我就開始去到他們 因為我從來不知道米賽亞的那個工作的地方是在哪 那個時候叫米賽亞 現在就是希望公堂 然後我想說 好吧 我去看看那個環境 到底是他們在做些什麼 就這麼上樓了 因為我們這15號 他們17號在我們的旁邊 然後我就上去 上去了之後啊 我一看 哎呦 我說 我心裡就在低估了 因為這完全是我們上班的環境 各方面都不一樣 然後可是他們幾個人忙得很好 我就開始 哎 就幫他洗菜 然後 我以為我們只能做也就是有這樣的洗洗菜呢 然後 他們便當打 就是煮好的東西之後要打飯 那個打飯 一個一個便當這樣一個一個排的很整齊 然後所有的飯怎麼擺 然後至於菜呀怎麼放 我根本當初我不知道 然後我弄的時候就給他擺再擺 他用來保住過來幫我 我說妳不可以這樣 這樣的話 妳看一打開一看 絕對吃不下飯 然後我就開始學習他怎樣去處理 就是肉啊 魚啊 因為我們的菜很豐富啊 拿出去給人家 有些人常餵了都會知道 所以他肉啊 魚啊 然後那個三個小菜要怎麼擺 顏色怎麼調配 然後一打開真的是很漂亮 所以呢 哎就是 我們就是這樣 後來我就大概是經歷了 去幫他的忙 經歷了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 好現在就是我有一些 昨天晚上呢 我就是為了師母告訴我說 因為我們昨天一整天都去上課 那也聽了那個課也是很棒的 那回到家也很晚了 我本想說 反正我從頭到尾很多的事情都在我的腦子裡 我根本就不要那個寫出來啊 後來不對啊 我一到了快上十二點中年 我心想天啊 我如果說明天 萬一突然之間我一個感動 然後呢 想不出來的話 我就會停滯在這裡 會很不好 結果我還是寫了 寫了那個三章 那現在就說我很快的 乾脆用念了好不好 然後告訴你們大家一下 因為時間也快到了 那我們這個 不好意思 沒關係 那我這個是主要就是要強調就是說 我今年已經68歲 那那個很希望說 因為我們的開始 以後呢 我們能夠陸陸續續 因為有很多的那個同工的話 不能夠陸陸續續 按照大家思維 還有很多的一些那個感動 然後有很多的一些能夠說照著我們 也像日本啊韓國 能夠這樣子的話 持續去做一些有益社會的事情 這也是政府能夠撥盤的 我們然後一個美意 這樣子 好 我現在就跟你們講 我們那個希望工坊 目前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我們一個禮拜之內 大概七天的時間來訂便當的人 第一個是華南銀行 它有不同的部門 然後我們有華南銀行的訂便當 還有四大本部以及推廣部的便當 再來就六張禮的教會 林釀堂的街友 林釀堂街友很厲害哦 大概每個禮拜六 隔一個禮拜一次哦 我們有一百五十 大概將於一百五 或者是一百多個便當要送 還有就是大同的福音中心 還有富幼醫院 富幼醫院是因為 秤子的關係 富幼醫院 你問他就知道了 再來就是基督之家 基督之家是那個最近呢 我們才加入 他們才加入我們的要送便當的行列 就是要給他們去吃飯這樣子 那每天工作非常的忙碌 那我們這目前呢 最缺人手的呢 就是外送的便當人員 因為男性比較少 所以你們各位 如果說有這樣子的一個成員的話 覺得說可以來一些 就是來幫個忙或是什麼 我們都會有薪水付給他的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能夠就是減少一些外送的 那個一個就是人員就是會有增加 要不然的話一忙起來 連牧師連師母都一樣幫忙送飯 送餐給他們 好那再來就是 我們早上呢 一直到中午 便當的事情就是這樣子 一直都不停的在忙 然後這個是我在那邊的 兩個多月以來 我們早上就是忙著打飯啊 洗菜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到了下午 我們沒事的時候 然後我們做些什麼 沒有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有寶珠 他會知道我們大家做各種的蛋糕 像那個馬糞蛋糕 還有就是 或者是我們做香蕉蛋糕 馬糞蛋糕比較簡單 然後香蕉蛋糕 就是那個真正的香蕉 要切小小 然後要全部和人一起 所以不曉得你們吃過了沒有 那有的時候呢 我們還會來教我們包水餃 那包水餃也是有技術的 你怎麼捏怎麼弄 他樣子都是那個一定的大小 然後呢 師母他也會做蘿蔔糕 蛋糕蛋糕酥還有蛋糕 其實最厲害的還是師母 他做的東西又好吃 然後又少油 那個甜度啊也都剛剛好 還有那我們幾個人呢 下午沒有事做 我們就是七手八腳 在忙這些東西 然後就學一些東西 真的是很快樂的 然後我們至於活動方面 我們一直在12月2號 不是 11月2號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個月的月初 我們有銀法中心成立 那是在那個永和自由街 他是在靠近四號公園附近 就是那一天呢 我們就有游師母跟那個牧師 帶領我們的隊伍 那最厲害就是紫娘姐妹 跟紫玲姐妹他們唱歌 那我們的歌就是以後 等一下你們會聽得到的 就在《銀法人力之源中心之歌》 跟梁還有第二首就是很古老的 一個望春風的台語歌 那這些呢都是我們那個時候 大家會我們學了一些 半吊子的烏克林曲 我們會在那邊唱 然後他們就是會唱 然後我們才下來的時候 然後別的單位就問我們 那兩位是不是雙胞胎呀 那兩位唱得超棒的 他們是誰 我就在柱竹在那裡 跟他稍微解釋了一下 所以你看我們還好 我們的那個靈魂人物 是我們最棒的兩位 然後呢我們唱的這個歌 你們也知道叫《銀法人力之源》 你們也知道 當天的那一天 有那個淑貞姐妹 文青弟兄 還有光輝弟兄 慧雲姐妹 還有許弟兄 然後紫玲子娘 還有我 還有就是秀芳姐妹 跟那個克東弟兄 就是我們這幾個人 一起上台的 這是我們第一個活動 那個時候是因為 《銀法中心的成績》 他是有那個在職的人員的一些 《銀法中心的成績》的目的 就是以後需要工作的人 還有職產的一些活動 中心 可以去一個 如果說是要賠老人 裝滿一位老人的工作配對 對 然後呢 《銀法中心的成績》 巨大的宗旨 剛才師母已經解釋過 我們就是要整合所有的一個 多元的一些 讓很多的單位 要整合在一起 可以連結 然後他的能力可以 就是有能力的人呢 可以就業 然後做到那個 初老來服務中老的目的 也可以說是做租資源的一個整合 那天呢 我跟你們講 當天的我們會場節 就是中午的時候送便當 是牧師他完了以後 回到我們這個 就是希望工坊 然後開了車再把便當送過去 總共送了150個便當 那都是我們上面做的 就是希望工坊 然後目前我們在 就到10月10號的那天呢 我們在中間經理堂又舉辦了很盛大的園遊會 總共有100多個以上的攤位 他可以從中間經理堂的大門 然後一直到他那個最理念 整個總共有100多個攤位 那我們也去 我們有兩個攤位 然後我們也去做些什麼呢 我們就是把我們做的蛋糕 然後水餃 這是前一兩天忙出來的 我們自己做的 還有水餃蛋糕 因為濃湯還有冰的紅茶 就是我們自己弄的 所以我們那天賣得很好啊 我們到後來水餃都缺貨了 就沒有了 我們剛剛講說沒有了 那就就是賣到就把其他的清空就這樣子 所以那是意想不到的 因為你們大家也大概回想的話 應該知道那天下雨 那個風很大 那個雨也很大 然後一陣一陣的 還好就是大概只有一下子的時間 我們本來以為說 遙遙無疾沒有人 沒想到我們東西都賣完了 再來就是 我們每個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每個星期三號 我們有安排很棒的那個課程 那就是我們現在成立的 各洋就是日光站 那這個日光站的話 我們已經開始了大概五次了 那每一次呢 我們的成員來的人大概平均 我們自己也有自己人 還有外人大概差不多有 我們算一算大概有差不多二十個接近 那目前呢 這個日光站的我們請的老師 都是很不錯的 我們是會付費的 所以你們大家如果說 因為禮拜三嘛 那有的人需要上班的 就沒有辦法了 那如果說在座的各位 有這樣子的一個時間 可以空出來的話 歡迎參加 因為我們還一直到 1月14號之前都還有 就是每個禮拜三 那愛陽全人關懷協會 目前呢已經在那個 10月7號正式的成立了 我們經歷過三個 應該算是三個半月的時間 那這個愛陽全人關懷協會 它將近呢 就是我們 如果說今天 因為它已經成立通過 所以我們很多的金融人員 慢慢路續續都來送見 那我們現在專業的管理 因為愛陽協會 這個協會 我們的理事長是我們的師母 那師母底下有四個教會 所以四個教會呢 她的整個成員就是 沒關係我來講好了 吳欣姐可以 有怕時間的 好 可以說 好 謝謝 那個吳欣姐都很細密的 對 就是我們 我們這一次標政府的案子 已經確定通過了 然後所以吳欣姐 她的薪水已經開始請你 就是她已經開始算薪水了 然後我們全部的人員進來 那你們看到這一團 那個 我為什麼一定要這張 不講不行 要特別送給舅舅的 舅舅看清楚啦 人家那個班長 就是你站的那個位子 人家已經85歲了 85歲都還沒退休 她做到不能做的那一天為止 她跟我說 然後這個 這個95 這個95歲 然後 這個94 他們這一團的合唱團是 六張李章老教會 他們平均年紀85 平均全部加起來平均是85歲 他們說吳 我最快樂的就是去教會唱詩歌 我跟你講裡面沒有什麼可能會老人吃蛋 因為他們練 我去過好幾次資源 就是去看他們練團 練那個鏡 練師班 我家是錄給你們看 真的是慘無人 慘無人好 就是他們的那種練法 我真的只能說就是我們古時候土法練剛的那種練法 可是我告訴你整齊畫意 極其順服 我只能說我們要改住地方 還很多的 要跟轉輩們學習 所以我就鼓勵說沒有退休的一天 OK 舅舅沒有退休了 舅舅舅媽沒有退休的一天 沐香中根沒有退休的一天 然後我們長期不是我有去一個美髮店 因為我都是無私的去 現在他們成為我很好的同工 我只要出去我有做藝姐或什麼 他們就全員 就是他們有三家店 所以隨便就掉四個人出來給我用 所以我覺得我先去投資 後面就必有收穫 OK 好那這是我們希望工房的LOGO 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剛剛如星姐有跟我們分享很好吃的便當 我們現在就是雙主餐 那剛剛因為我們還沒有開始做的部分 是如星姐沒有辦法報告就是說 像現在我們家會有很多人是需要送餐 現在我已經跟齊婷姐講好了 那個表哥需要送餐 而且要打成衣 那我會我請營養師幫他調配 就是屬於他的合適吃的東西 然後我們有一個禁用人員是住在板橋 所以已經談好了 就是他固定回家 下班回家就順便去送齊婷姐家 那包括柳先生家我們也是有一個計畫 然後我們當中有人要送 像其實蘇貞姐家我們也是可以送 因為蘇貞姐就覺得我們便當不錯吃 不過他老公最近那個廚藝變好 所以好像不用算了 然後就是說其實讓你們知道 希望我朋友沒有倒掉 他是一個更好的延續 因為我錯誤的經驗 然後他倒了 但是神的恩典讓我們又死灰婦人 我們做一般便當 但是我們主要是要做這樣的便當 所以你們可以把你們身邊有需要的人 告訴我們然後我們會特別的調配 像玉蘭節我們也是可以送的 OK 我們的會友絕對是優先 能夠收到這個禮物的 好 那就是我們有做水假 然後我們也固定每個禮拜 就是會去街友教會送餐 然後叫他們一些活動 然後隔週就是有另外一個街友教會 不要送150個便當 就是我們在做 我剛說嘛 社會契約最重要是什麼 盈於要平均分配的 弱勢需要的人 未來補習班裡面 像我剛說這個禮拜 有個小朋友家裡有便故送來 我們也是要幫助這樣的一個小朋友 可以背接你起來 那我們下面還有個子宮 我剛說我下面有四間 六章禮長老教會 大同靈良福音中西 真道教會也在我下面 就是西門町那個最大的教會 他們也是有做老人據點 然後另外一個就叫做 教育中心就是弘心智慧 他是專門做那個照顧中心的訓練課程 然後他會有一個課程給我們 然後所以我們教會 如果有人你願意拿到這個證照 叫做照顧員的證照 就是可以來報名 我會幫助你協助完成 那我剛說過 未來教會要做這些事情 像體事能收金 老年職業探索 其實老人職業探索 其實就是信仰的追尋 因為很多人到老年非常的恐懼 因為他不知道他未來要去哪裡 所以我們要培訓教會每一個人 我要求大家 真的我自己要要求 我希望我們教會每一個人 都可以得到關懷 那個靈性關懷師的職業 現在很多的教會開始舉辦 一次就是全教會都得著 每個人都拿一張 靈性關懷師的證照 我們就可以做老年職業探索 減訪預防失智症照護員等 這樣的一個工作 這是未來我在這一年當中的 這個要做的事情 好那剛剛他已經分享過 那我們最高興就是要請到我們的 沐香兄 我跟他就一起創作了這首歌 然後我們請那個姊妹花 為我們來唱 好不好 就請我們三位再一次上來 來讓我們享受一下這首歌 這首歌就是半夜的時候 我在禱告 然後每一句歌詞是神自己親自賜下來給我 並不是我 特別是我自己做的 然後沐香兄也是在五分鐘之內 把這個曲就補出來了 然後他們很謙卑說不要上台了 在台上 那好不好 我們先聽一遍他們唱 然後第二遍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來分享 上天給我們講一個夢 還有這樣一個歌 站在台上沒關係啦 很開心啊 實在能夠跟師母能夠完成這首歌 其實 其實我很少寫什麼會歌的 那只是我看到他的歌 所以我覺得寫得很好 所以我就是正式 在智人他們家 我就是拿一把吉他真的 就一下子唱完這首歌 那神也幫助我 也幫世青兒的協會 寫了一首會歌 也幫印尼的一個 這個印華紀念寫了一個會歌 感謝神 我們來聽看這首歌 我很喜歡 希望大家也很喜歡 請有手機的幫我錄一下 謝謝 年華之愛不是夢 因此人生下伴仗 真是起飛的時候 此刻有你還有我 初恋訓以後 善愛西洋時 我们要一起扑下更美的诗句 我还能有吗 是我能有吗 只要相信 马就能起飞 肩并着肩 伸手向前 这是你我无畏的宣言 我还能有吗 是我能有吗 只要开始 马就能到终点 有梦准备 希望相随 因为有你 我就能看见 我们一起来唱哦 因我只要不是我 因在人生下伴障 真是起飞的时候 此刻有你还有我 初恋起后 深爱西洋时 我们要一起扑下更美的诗句 我还能有吗 是我能有吗 只要相信 马就能起飞 肩并着肩 伸手向前 这是你我无畏的宣言 我还能有吗 是我能有吗 只要开始 马就能到终点 有梦准备 伸手向前 有梦最美 真爱相随 因为有你 我就能看见 我还能有吗 我们一起来唱 我还能有吗 是我能有吗 只要相信 马就能起飞 肩并着肩 伸手向前 这是你我无畏的宣言 我还能有吗 是我能有吗 只要开始 马就能到终点 有梦准备 深爱相随 因为有你 我就能看见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第二天后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我相信 刚刚如新姐 她在这里做的是一个见证 其实她在宣告 她真的很快乐 阿们 我相信 不管过去我们 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 有些什么样的事情 或是有些什么样的困难 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带领 但是主 让我们走到今天 都是带着感恩的心 主啊 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中 我们是有神的 阿们 以至于我们心中有从神来的喜乐 阿们 主啊 我们不是没有定向的在过日子 我们是有人生目标 并且 主啊 你透过教会这样的一个团体 我们可以承载社会企业跟社会福利的责任 主啊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会感到害怕 我们也会有一些不知道如何去做的一些窘境 但是主啊 你透过经文让我们知道人生本无常 有些事情是我们不能掌握的 因为那本是神的工作 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快活 我们要快乐的过每一天 我们要用神的恩典来向世人宣告 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是能够帮助人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能够知道人生目标的 主啊 我也相信当教会愿意冒险 愿意踏出我们的舒适窝 愿意来承载这个世代的需要的时候 主啊 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这个意象 主啊 不单单是牧师师母的意象 也是我们每一个古听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意象 主啊 不单单是为着这个社会的需要 社区的需要 我们自己也是需要 主啊 当我们来预备好的时候 其实未来其实是我们也受惠了 主啊 但是你要我们过着这余下的生活 要更有积极的去面对 甚至积极的来预备我们老年的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遇到的 以至于主啊 你要我们开始装备 不管是怎么样来变老 怎么样老的快乐 怎么样能够跟其他的人一同来分享 一起来同奔主的天路 主啊 这都求你赐下智慧 主啊 也知道现在教会 不管是在立案的上面看到神迹 主啊 我们也在这些专案的里面 看见神一个一个带领这些社区的朋友 来到我们的教会 更多的来认识上帝的创造 主啊 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的教会 主啊 你也来欣请更多更多的同工 他们愿意来尝试 来试试看这样的一个侍奉 甚至自己也能够得着 这样的一个异象和梦想 主啊 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就一起祝祷 主啊 愿求你而来的喜乐 主啊 求你而来的祝福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今时 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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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